字幕志祢 簽了新的經理 同時結業了舊的公司約 自己也試過大半年出來 試一下自己一個人 因為被照顧了很久 很想試一下自己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會不會搞定自己 我就發現原來真的很辛苦很難 因為我做好我本身藝人那一部分 但例如出去聊天 或者價錢 Terms那些 我原來我發覺是一個白癡 開單的也是一個白癡 新的 新的舞台劇 因為我真的很少拍談情說愛的戲 很少 可能佔的比重是極少 我也很期待 因為其實入行都一段時間 一段長時間 但我的螢幕初吻都還在 為什麼還在 我們真的很好笑的 愛情生活 愛情生活 火腦了 年輕就不是年輕 但是 都憧憬 現在有追求者都了解中 呆 好羨慕 我也很想生三個 我自己 希望夠時間給我生 我想的 但它是要 很多東西的 我有檢查過 首先要計算錢 每天打針 然後要不飲凍食物 然後吃很多寶品 早睡 其實這些都比較難做得到 對我來說 所以我也有想過 如果Terms有什麼 都可以靈養 都是一件好事 我現在 我現在 都真的 很開放的 拍拖結婚都開放的 但是一直都在找自己的路向 應該是怎樣呢 其實 失去很久 不知道自己 究竟應該怎樣去走 就是 完了Supergirl之後 那個掙扎 和那個 低點 是令到 人 很多事情想 和都失眠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是很開心 遇到現在的新的經理人 是 因為他是會 給予很多 即是很正確的 我就覺得 不對了 我條路不斷走 我就好像 放下了 即是放下了 一些顧慮 是 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那我就超級好 這個感覺